还记得最初那个正义凛然的警察吗 他一度成为了冷酷无情的末世杀神 影片刚开始就是男主瑞克和好基友肖恩执勤的画面 当时的他们还是春风满面的英俊肖子 两人像往常一样聊着家常礼斗 这时无线电突然响起 一群劫匪正在附近的高速公路头 需要瑞克两人前往增原 刚到现场 瑞克和肖恩就在地上设置了路障 然后退到一边等待劫匪的到来 很快 只见劫匪开车迎面冲来 地上的路障导致轮胎破裂 车辆失去控制发生了侧本 瑞克几人持枪缓缓地耗尽 忽然一个劫匪从车里爬了出来 枪战一触即发 瑞克不幸中枪倒地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战 最终劫匪被打成了筛子 还好瑞克穿了防弹衣 并没有答案 这时又一个劫匪从车里爬了出来 下一秒 抢救过程中 瑞克一心能看见肖恩每天都拿着鲜花来谈 不知过了多久 瑞克终于醒了过来 可他房间里却空无一空 桌上的鲜花也枯萎了 这情况显然很异常 他挣扎着想要起身 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还是摔倒在地 他大声呼叫护士却始终无人回来 没过多久 他打开门走出了房间 走廊里混乱不堪 眼前的一切把他看懵了 他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身影 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护士台 第一时间就想拨打电话 可电话早已没有了信号 他又来到了一个过道 走廊的中间竟然躺着一具尸体 像是被什么野兽啃食了一般 他转身向另一个过道走去 这里的情况更加严重 一面墙像是被冲锋枪扫荡一样 到处都是喷涌而出的血迹 前面更像是发生了爆炸 门上还写着不要进来里面游 刚想凑近看得清楚 不料门竟然动了起来 后面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嘶吼声 突然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 看样子就不是正常人 这可把瑞克吓坏了 不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想赶紧逃离这里 可电梯也坏了 惊慌失措地 他走进了一旁的安全通道 警管里面一片漆黑 他点燃了一根火柴 小心翼翼地朝楼下走去 很快他就来到了出口 打开门的那一刻 刺眼的阳光 让他根本没法睁开双眼 他缓缓走下楼梯 两边堆满了被白布包裹的尸体 他一度有些崩溃 谁能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他并不想做过多的停留 一心只想逃离这个鬼地方 虚弱的身体导致他只能手脚病了 刚到上坡的时候 眼前的一切把他震进了 这里显然有军队驻扎过 不过好像遭遇了什么袭击 已经全部撤离 现在的他也没心思往这么躲 只想赶紧回家和妻子团聚 他发现了一旁的自行车 正准备骑车回家 突然一具尸体向他扑来 他吓坏了 这又是什么鬼 断成两半的尸体还能懂 他赶紧拽起自行车逃离了阵 所有的一切都太不符合场了 很快他就来到了家里 找遍了所有房间 都没有发现妻子和儿子的身影 瑞克彻底崩溃了 以外面目前混乱的状况来看 妻子和儿子很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他不断拍打自己的脑袋 希望这一切都只是梦境 不过很可惜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瑞克失魂落魄地向门外走去 他想坐在台阶上缓一缓 这时路上出现了一个人的身影 过了这么久 终于见到一个活人 他想看清楚这人长什么样子 但阳光太过刺眼 根本看不清楚 突然身后又出现了一个身影 他恍恍惚惚并没有发现 下一秒 原来是个小男孩 他让父亲赶紧过来 嘴里还嚷嚷着要杀掉瑞克 瑞克以为是自己的儿子 嘴里不断喊着儿子的 这时马路上又出现了一个男人 上来就将另一个男人抱头了 瑞克看着男人朝这边走 说完就开始询问瑞克为什么绑绑绑 不回答的话就开枪杀了他 可瑞克却体力不知晕了过去 醒来后 瑞克已经躺在床上 小男孩拿着木棍站在他的旁边 他还被绑在床上无法动 不过眼前的男人已经给他换了绑绑 男人再次询问瑞克的枪伤 还问他有没有被咬 瑞克一脸蒙圈 他告诉男人自己只是受了枪伤 并没有被什么东西摸 男人又摸了摸他的额头 并没有发烧 这才解开了他的绳子 瑞克来到客厅 发现他们并没有开灯 而是点满了蜡烛 他来到窗边 准备打开窗帘查看外面的情况 瑞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他只看到男人枪杀了一个人 不过男人并没有反过 他只是建议瑞克赶紧去配一副眼镜 因为他杀的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但瑞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形式 于是男人让他坐下来吃饭 过程中 瑞克告诉男人 自己今天刚刚从医院苏醒 刚回家就看到了他们 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于是男人将外面发生的情况一一告诉他 原来一个月前这里爆发了病毒 所有死亡的人都会变成形式 只要被咬到就会被同化 他们对声音非常敏感 所以不管到哪里都要保持安静 不过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被形式咬到 他们白天因为看到瑞克宝的绷带 才会如此紧张 睡觉前 两人也互相认识了一番 男人名叫摩根 他的儿子叫维恩 他们一度以为瑞克是抢银行的劫粉 因此才受了枪伤 但在得知瑞克是个警察后立刻肃然起 突然外面传来了汽车的警报声 摩根表示不要紧张 这可能是形式不小心碰到 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他们立即关掉灯光 小心翼翼地走到窗边 拉开窗帘查看外面的情况 瑞克也凑了上去 原来摩根说的都是真的 外面到处都是奇怪的形式 这时维恩也很好奇外面的情况 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这个形式朝这边走来 维恩哭着跳到了被窝里 摩根也跟着安慰儿子让他不要出声 原来刚刚的形式正是维恩的母亲 几天前不幸遭遇了形式的袭击 摩根说自己原本打算早点结束妻子的痛 但始终下不了手 瑞克也陷入了深思 也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现在是生是死 第二天 摩根带着瑞克出门行动 他教瑞克如何应对形式 首先记住他们已经不是人类 然后就是一定要报头 逼不得已尽量不要使用枪支 因为这样会引来更多的形式 说完就有一个形式朝他们走来 瑞克拿起棒球棍开始时间 一下 两下 足足打了五下才放倒的形式 这也是瑞克来到末日的首次击杀 他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紧接着 瑞克就来到了家中 他分析妻子和儿子在离开的时候至少还活了 因为卧室的抽屉和衣柜都是狗 而且墙上的相册也都不见了 他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发誓一定要找到他们 摩根也表示赞同 他认为瑞克的妻子和儿子很可能去了亚特兰大 因为很早之前就有广播说那里有一个避难所 那里有吃的 有住的 还有军方的保护 很多人都去了那里 既然有了目标 瑞克立刻拿出储物间的钥匙 随后来到了自己工作的警局 这里有备用的水资源和电力设备 他们终于可以洗个热水澡 这在当下无疑是一种享受 之后几人来到武器库 瑞克也换上了正义凛然的警局 他们带走了这里所有的武器 离开的时候 瑞克想让摩根一起前往亚特兰大 但还是被摩根拒绝 他目前还不想离开这里 可能是因为妻子自己还没有振作过来 他想等儿子学会开枪再考虑其他地方 瑞克见状也不想夺权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他从车里拿出一个对讲机交给了罗根 说自己每天黎明十分都会打开几分钟 如果他们来亚特兰大 可以通过这个会合 说完两大末日杀神就此分别 路上一直通过无线电 试图寻找失散已久的妻子跟儿子 不料被一个女人听到了 更巧的是 瑞克的妻子洛莉跟儿子卡尔也在随行人员当中 还有她的好基友萧恩 但当他们回复的时候 无线电又没了信号 洛莉提议应该在公路上放一些标志来提醒人们远离城市 可萧恩却表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洛莉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行不需要别人 但萧恩却已不能单独行动否定了她的提议 显然萧恩在这个团队才是老大 一路以来都是她在保护着洛莉和她的 在洛莉的心中 丈夫瑞克当初早已死在了县城的医院 因此也就接受了萧恩的示爱 不过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瑞克能奇迹般地活下来 车子行驶了一段路程之后就没了气了 瑞克只好拿着装备徒步前行 没过多久 他来到了一处别墅 想通过房主寻求一些帮助 但敲了很久的门都无人回应 他走到一旁的窗边查看里面的情况 房间里异常的血腥 而房主显然已经吞枪自杀 这一幕整个他有点一幕 他想坐在一旁环游 不料发现了房主的车子 可惜的是里面并没有钥匙 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不料发现了后院里的汗血宝马 这在末世无疑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他就这样骑着宝马一路前行 不知过了多久 瑞克终于来到了亚特兰大 不过这里不像摩根描述的那样 城市里异常的安静 虽然有军队驻扎的痕迹 不过显然最终还是失手了 突然瑞克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 抬头一看 玻璃幕墙上竟然出现了直升机的镜像 他赶紧骑马跟了上去 不料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大群刑尸 宝马的惊叫引起了刑尸的注意 瑞克立马掉头往回跑 成群的刑尸也跟了上来 宝马加速向前奔跑 但前方的路口又出现了大量的刑尸 刑尸越距越多 马哥挣扎着想要逃脱 瑞克摔倒在地 马哥也光荣下线 瑞克正准备趁机跑路 可刑尸早已挡住了他的去路 瑞克只好爬到了坦克底下 刑尸也很快跟了上来 瑞克奋力向前爬行 突然前方又出现了警 瑞克无处可逃 他拿出手枪输死一步 但有限的子弹根本抵挡不住刑尸的攻势 正当他绝望之急 眼前却出现了一个洞口 瑞克立马钻了进去 然后关上盖子 他吓得不断向后退去 虽然旁边躺着一个士兵 不过好像早就已经死亡 瑞克还想从他身上取下手枪 下一秒 两人四目相对 瑞克立马朝士兵的头部开了一枪 不过巨大的枪声震得他头晕目眩 瑞克一度失去了理智 他爬到了坦克的地 行尸看见瑞克立马爬了上去 瑞克吓得又躲了回去 现在真的是无处可逃了 这是无线电里传来的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让瑞克可以沿着街道的方向跑50码 那里有条小路 他会在那里接一 这是唯一逃命的机会 瑞克看了看刚刚从士兵那里拿来的手枪 里面有15发子弹 然后又在士兵那里找到了一个手游弹 他拿起一旁的铁锹 深吸一口气 冲到坦克的上方 紧接着跳下坦克 一边开枪一边朝街道的另一边跑去 正当子弹快要打完的时候 旁边出现了一个男人 还好瑞克收住了 两人朝小路另一边跑去 只见男人爬上了一旁的楼梯 可瑞克却还在下面发呆 幸好瑞克并没有犯傻 最终还是逃脱了行尸的追击 男人名叫格伦 瑞克很好奇为什么格伦会冒险就自己 他说假如当时是自己被困在坦克里的话 也会希望有人回来救自己 可能就从这一刻开始 瑞克就坚定了和格伦之间的勇气 正当他们走下楼梯的时候 眼前出现了几个行尸 这是旁边的门里出来的两个黑衣人 上来就是一棒 格伦和瑞克趁机跑过去 刚进门 瑞克就被女人拿枪指着脑袋 瑞克被吓尿了 这你妈什么情况 旁边的胡渣男不断劝说女人 女人这才放下了枪 但行尸越聚越多 门上的玻璃都快被挤碎了 楼上响起了枪声 几人一听就知道是同伴莫尔干的 他们赶紧向楼上跑去 但莫尔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T仔显然看不下去 这样不仅浪费子弹 还会引来更多的行尸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动 根本没人能阻止莫尔疯狂的行为 他拿出手枪指着T仔 地旁的女人不断地帮忙求起 看到几人如此害怕 他嚣张地问道 但他忘记了还有我们正义领男的瑞克 瑞克拿出手铐将他靠在了水管边上 似乎是感觉到了瑞克的杀意 莫尔也只好闭嘴 正是因为瑞克的英勇表现 局面才暂时得到了控制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逃出这里 很快他们来到了地下室 希望能从下水道里逃出去 而目前只有格伦熟悉下面的情况 但他不想太多人跟他下去 于是他让瑞克去门口看着行尸的情况 胡扎男则跟着他下去做侧应 格伦两人来到了下水道的尽头 不过洞口都被钢筋牢牢封死 外面的行尸已经突破了一道门 最后一道门也坚持不了多久 于是几人再次来到楼顶 他们找到了一辆大型的卡车 他们需要将车开到楼下 这样才能救走所有的人 但目前的难题是怎样 才能穿过下面的尸群 瑞克认为行尸应该是通过听觉和嗅觉来辨别 如果将他们的血肉涂抹到自己身上 这样就能安全通过尸群了 瑞克拿上手套换好衣服 然后从后门出去 将刚刚两具尸体拖了进来 剩下的就是给尸体开膛破了 瑞克拿起斧子自信地走到一边 几人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瑞克 刚拿起斧子但还是下不了手 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还是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 不过第二次瑞克并没有手软 一斧子下去吓得几人根本不敢跟人 画面过于残忍就不过多展示 大家应该都能体会 几人将斧肉摸到自己的身上 虽然真的太恶心了 但总比被行尸咬死得好 很快他们整装待发 临走前 瑞克还不忘将手铐的钥匙交给T子 现在的他还是心存善意 瑞克和格伦模仿行尸的样子 从仓库走了出来 不过大街上的行尸太多了 说不定就有哪个行尸的感官特别灵敏 他们必须提高警惕 其他几人也赶紧来到了楼底 几人发现了瑞克和格伦的身影 突然雷声刺起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信号 莫尔看到几人如此慌张 赶紧询问发生了什么 生怕自己被丢在这里 此时大本营这边 艾米在一旁来回独骨 原来格伦几人就是从这个大本营出去 洛莉看着儿子跟萧恩愉快玩爽的画面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瑞克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突然无线电收到了信号 T仔终于和大本营取得了联系 虽然信号断断续续 不过依系能听到他们被困在百货公司的消息 他们希望大本营的人能前往救援 可还没等说完信号就中断了 洛莉第一个提议前往救援 可作为团队的老大 肖恩不想让大本营的人冒如此大的风险 艾米听不下去了 难道就这样撒手不管了吗 她的姐姐还在那 而肖恩却告诉她 这就是末世的处世之道 我们能做的就是先确保自己的安全 虽然听起来有点没人情味 但在末世 很多事情都在悄然发生感应 此时瑞克两人还在朝大卡车前行 路上的形狮似乎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同类 两人模仿得越来越小 就算有形狮在旁边也并不慌张 格伦开始有点膨胀 竟和瑞克交流起心得 此时天空竟然开始下雨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只见雨越下越大 这时周围的形狮好像发现了不对劲 杀神模式就此开启 两人奋力向前奔跑 快速从铁网上翻了过去 然后脱下衣服朝大卡车跑去 瑞克开枪阻止试图爬上铁网的形狮 格伦则从一旁的铁箱里找来卡车的药 两人赶紧进入卡车 幸好卡车还能起 这时一个大哥扑了上来 瑞克立马开车向后退去 狮群也冲破铁网追了上来 楼上的同伴见此情景 一度以为瑞克两人丢下了他 可瑞克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先行撤离 瑞克让格伦去引开商场前面的行尸 紧接着瑞克就敲碎了一辆车的玻璃 车子的报警声瞬间响起 这是引开行尸的最佳方式 格伦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同伴赶紧到楼下集合 几人听到后就赶紧朝楼下跑去 一旁的穆尔很慌张 他请求T仔帮他把手铐打开 T仔心软了 他一瘸一管地回去 一不小心踢翻了一旁的工具箱 手里的钥匙刚好掉进了前面的水楼里 穆尔破口大骂 面对这样的情景 不管是谁都应该会转头就跑了 刚要下楼 T仔还是不放心 他转身将天台的门用铁链锁上 这才朝楼下跑去 此时同伴几人也来到了商场的后门 这时格伦先行赶到 他一边倒车一边将行尸引到街道的另外一边 行尸越聚越多 等差不多的时候 格伦一脚油门 紧接着瑞克开着卡车跟了上来 此时的街道上已经没什么行尸了 瑞克将车慢慢倒了过去 里面的人赶紧将铁链往下转 几人赶紧将行李扔上了车 T仔一个被孕 胡渣男也跟了上来 瑞克立马开车逃离了这里 就在这时 天台的铁门被行尸冲开了一道口 穆尔吓尿了 他躺在地上不停地哭爹喊 他不断地恳求上帝 他知道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魂犬 他活该 他罪有阴短 但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希望上帝能给他一条出路 可上帝怎么可能拯救一个不知悔改的魂犬 没办法 穆尔只有自寻出路 他找来一根皮带 试图用皮带将一旁的锯子勾过来 可眼看行尸就要冲破铁门 留给穆尔的时间不多了 而此时的格伦先行回到了银底 不过车子的警报声却小车伤了 老头让他赶紧把警报关掉 可格伦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早关闭 艾米则在旁边不停地询问紧急消息 萧恩让格伦把引擎盖打开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警报声终于停止了 但艾米却还在不停地询问 格伦赶紧汇报了所有人的情况 除了穆尔其他所有人都安然无恙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萧恩却并不高兴 他指责格伦为什么把这鬼扑狼嚎的破车开过来 不知道这样会引来更多的形势吗 还好老头出来打人场 他说警报声只会在山谷里危险 根本辨别不出位置 正当格伦准备道歉的时候 瑞克几人也回来了 姐姐丽娅最先走下了车 艾米赶紧跑过去 两人率先抱在了一起 接下来就是众人团聚的画面 这一次可谓是死里逃生 萧恩询问几人是怎样逃脱的 格伦说有个新人帮助了他们 瑞克这才从车上下来 萧恩看到眼前的男人震惊了 瑞克也觉得不可思议 洛丽和卡尔也转过头来 瑞克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真是上天保佑 卡尔哭着冲了上去 众人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团聚的画面 只有萧恩感到有一丝尴尬 瑞克看向他的时候 他也只是勉强地挤出了微笑 夜晚 瑞克讲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 还感谢了萧恩对洛丽和卡尔的照顾 萧恩一时也不知该如何面对 紧接着他们讨论了 莫尔被抛弃的情况 因为他还有个弟弟 达尔出去打猎了 假如他回来的话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瑞克说这是他的责任 达尔回来的话 自己会跟他说清楚 这一夜 瑞克终于和家人团聚 他总算能睡一个安稳觉 可萧恩却孤独地坐在车底 整夜都没法入眠 第二天 瑞克从床上醒来 他好久没睡得这么舒心 来到外面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为团队做着自己的贡献 他找到妻子谈心 突然林子里传来了儿子的尖叫声 所有男人都冲了上去 还好卡尔没事 当他们赶到的时候 发现一个行尸正在啃食一头路 几人二话不说就将行尸干倒在地 可不管如何暴打都无济于事 直到老头一斧子砍下 这才结束 几人很是疑惑 为什么行尸会跑到无人的山区 难道是城里的人都被吃光了吗 突然后面传来了一阵声响 几人还以为又有一个行尸 正当他们拿枪靠近的时候 一个男人拿着弓弩走了出来 他就是诺尔的弟弟达尔 他怪行尸把他辛苦打来的猎物给污染 上来就不停地踹着行尸 嘴里还不停地抱着脏话 显然也是个暴脾气 他说只要把咬掉的部分割掉 剩下的应该还可以吃 但众人都表示不敢尝试 只知道被行尸咬了会通话 谁也不知道吃了会不会感染丧失病 突然刚刚的行尸又开始动了 达尔二话不说就给行尸的头部来了一劲 临走前还不忘嘲讽起 要命中脑门才行 这都不知道吗 达尔来到营地 不断喊着墨尔 但喊了半天都没有人回应 瑞克将墨尔被困在天台的事情告诉了他 达尔很生气 刚要动手 不料被一旁的萧恩撞翻在地 达尔拔刀准备拼个尼死我国 但最终还是被萧恩制止 瑞克蹲下来想和达尔好好谈谈 问他能不能做到 看达尔并没有反抗 萧恩这才放开了他 紧接着 瑞克表示自己对墨尔并没有乐意 只因为他的哥哥当时太过暴躁 完全失去了理智 这时替仔也插嘴了 他说这并不是瑞克的错 是自己不小心把钥匙掉到了水沟里 不过他临走的时候将天台的门用铁链锁上 那些行尸根本抓不到他 达尔这才有点放松下来 他还以为哥哥已经死了 他坚持要回去营救 瑞克表示自己可以带路 洛莉一听显然有些不高兴了 萧恩也觉得他很愚蠢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去救一个人渣 瑞克表示这件事他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不能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扔在那里 他很可能会被活活饿死 接着瑞克把目光投向了格伦 这眼神不言而喻 一开始格伦还有些抗拒 不过瑞克表示有他在更有安全感 被人信任的感觉真好 格伦勉强答应了 最后替仔表示自己也会一同前往 此时瑞克的领袖气质展露无遗 就算是桀骜不驯的达尔也甘愿臣子 不过这个团队的老大依旧还是萧恩 他不同意瑞克带着这么多人去送死 更何况现在周围已经开始出现行尸 他们需要更多的人来保护营地 瑞克则表示保护营地需要大量的武器 而他把警局的枪支都带出来了 不过意外掉在了城里 这次回去可以顺便拿回来 萧恩这才没有说什么 但洛莉却开始抱怨 你才刚找到我们 却又要为毫不相干的人去冒险 就算是为了那些枪也不值得 瑞克告诉洛莉 之前我遇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 没有他们 我们不可能重逢 而放武器的袋子里 有我们专门联络的对角机 我要告诉他们不要去亚特兰大 瑞克真的有太多的理由需要回去 这些全都是因为责任 随后他也和儿子做了道别 在儿子的眼里 瑞克就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 或许这就是一个父亲的榜样 临走前瑞克还在老头那里借来了大钳子 这样才能打开那该死的手铐 很快他们就出发前往营救 来到亚特兰大后 他们将卡车停在了铁路边上 然后徒步前行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商场 不过这里只有一个行尸 达尔小心翼翼地上起来 轻松用弓箭解决了 这可能是末世最好的武器吧 紧接着 他们来到了楼顶 T仔用大钳子降门锁夹断 达尔第一个冲了过去 可这里并没有穆尔的身影 剩下的只有一把锯子和一只被割断的手 手铐上还满是血迹 达尔转身就将弓弩对准T仔 瑞克也立刻拿枪对走达尔 并且坚定地告诉他 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不在乎枪声会引来行尸 达尔这才冷静下来 其实他并不恨T仔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哥哥的问题 随后他向T仔要来了一块手帽 准备将断手收起来 一看就是锯子太短 莫尔才会选择将手锯断 然后达尔就开始分析 哥哥一定是找到皮带之类的东西之需 不然不会只有这么点血迹 紧接着几人跟着血迹向前寻找 达尔边走边喊 但并没有任何回应 随后他们来到了楼下 发现两个行尸躺在地上 达尔知道一定是哥哥的节奏 就算只有一只手 但对付两个行尸绰绰有力 接着瑞克还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个体块 上面依稀能看见人的皮肤 这一定是莫尔用来止血 最终他们沿着血迹来到了窗边 莫尔一定是从这里逃脱的 至少证明他现在应该还活着 但外面有成百上千的行尸 几人不想冒这么大的风险 不过达尔坚持要出去营救哥哥 瑞克拦住了他 接着两人就吵了起来 瑞克说 他是你的家人我能理解 我也是历经千辛万苦开场的家人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一定走不了多远 我们可以在附近找一找 但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必须立刻出来 或许注定要成为瑞克的左膀右臂 达尔这才冷静下来 紧接着他们开始商量 如何才能拿回那袋枪支 格伦提议说 因为我比较灵 可以单独去拿枪支 达尔会用弓弩 在这个巷子里等着 因为弓弩的声音比较小 瑞克和T仔在这个位置接应我 以防我不能原路返回 因为行尸随时可能阻断我的去了 不管走哪边你们都能掩护 有这样的军事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格伦之前是一个外卖小哥 接着他们就开始了行动 很快格伦就拿到了那袋枪支 这时达尔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转身就用弓弩对准了他 小年轻吓得急忙大叫 达尔让他赶紧闭走 这样会把行尸都移过来 瑞克两人听到了求救声 感觉不对劲 立刻朝那边跑去 这边小年轻根本不听去了 达尔只好将他放大后 然后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这时后面来了两个人 二话不说就一脚踹向达尔 一看就是小年轻的嘴 正好格伦拿着枪支回来 两人看到后立刻朝格伦追去 格伦直接被干倒在地 他们的目标好像也是那袋强制 达尔见状直接朝光头的屁股睡了 正当他准备补上一件的时候 一辆车开了过来 两人挟持着格伦离开 但行尸太多达尔根本没法追击 此时瑞克两人才匆匆赶到 达尔想将怒火发泄到小年轻身上 但被瑞克及时阻止 后面的行尸越聚越多 瑞克示意赶紧先回实验室 然后拿起那袋枪支 撤退前竟然在地上 发现了自己的警方 这可能就是格伦对大哥表达的敬意了 紧接着他们就来到了 一个废弃的公团 准备用小年轻和格伦做交换 首先出来的就是他们的老大阿吉 他好像并不关心小年轻的安危 上来就让瑞克把那袋枪支交出来 并且放了小年轻 不然就免谈 瑞克当然也是有备而来 他早已让T仔埋伏在了楼顶 假如谈判不顺利的话 就立马开枪 阿吉冷冷一笑 我早就预判了你的预判 只见格伦被带到了楼顶 你敢开枪就同归于尽 瑞克瞬间处在了下横 阿吉让瑞克回去考虑清楚 不行就全副武装过来 我们没带盘了 无奈瑞克几人也只好先行撤离 达尔觉得现在的枪支比黄金还珍贵 你确定要为了格伦放弃这些吗 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信仪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但瑞克并没有动用 他坚持要去救格伦 因为格伦之前也救过他的命 更何况当时他们还素不相识 不过他并不会交出枪支 就在此刻 达尔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一次进入 很快他们又回到了场合 阿吉看他们并没有交出枪支的意思 瑞克表示你要你的人 而我要我的人 不然就与此往过 阿吉还想上前吓唬瑞克 不过瑞克并没有退缩 场面一度紧张起来 这时一个奶奶从后面走不出来 他让几人赶紧回去 伯特先生快不能呼吸 瑞克并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还是慢慢放下了枪 奶奶看到瑞克还以为他是个警察 他说阿吉几人都是好的 虽然有些缺点 不过还有很多人需要他 瑞克表示自己并不是来代表他 只是来找一个亚洲小伙 奶奶说知道小伙在哪里 可以带瑞克去见他 瑞克见阿吉几人并没有怀疑 于是就跟着奶奶去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一栋老房 里面都是一些需要照顾的老人 眼前这个老人就是伯特先生 他患有严重的孝伤病 而格伦就站在旁边 并没有被捆绑起来 接着阿吉将瑞克几人带到了房间 把这里的故事一一告诉了他们 原来这里之前是一家养老院 阿吉是这里的保安 剩下的人也只是想保护这里的老人 他们以为瑞克几人是掠夺资源的强盗 所以才会拼死手 瑞克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敬礼 在乱世中还有如此担当的人并不 瑞克将手里的喷子交给了阿吉 然后还把一半的武器都留给了他们 虽然看上去有点愚蠢 不过这可能也是我们欣赏瑞克的原因吧 几人准备先行离开这里 不料停在一边的大卡车却不见 达尔觉得一定是摩尔开子 他肯定回营地报仇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几人拼了命朝营地跑去 不过此时的营地并没有任何异常 大伙都在享受着丰盛的晚餐 相互之间还时不时地开着玩笑 这时艾米突然起身 姐姐紧张地问她要去哪里 艾米还嘲笑姐姐不要一惊一炸 自己只是去个厕所而已 可当她从厕所出来的时候 一个行尸竟然从旁边出来了 坐在篝火旁的人这才反应过 肖恩立刻开枪干掉了死 由于瑞克几人一早前去营救诺 此时的营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可靠的战斗力 艾米也不幸遭到了攻击 姐姐丽娅赶紧冲了过去 还好吉姆上前击倒了行尸 不过已经为时已晚 丽娅用手捂住妹妹的伤口 看着妹妹痛苦的样子 丽娅不知所措 此时肖恩则拿枪护住几个女人和海 营地几乎全部沦陷 大多数人都没有对抗行尸的经验 肖恩让大家聚集到攻坚来 只见行尸越来越多 仅靠几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法应对 还好瑞克几人及时赶快 漠视最强的三人组对行尸展开了反击 很快行尸就全部被几人干完了 瑞克看到儿子和妻子都安然无恙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这次营地损失惨作 眼看这么多同伴都遭遇了无限 几人也十分难过 还有我们的大美女艾米也倒在了血泊当中 我一度非常看好这个小姑娘 可惜也早早地下线了 悲伤的氛围笼罩着整个营地 第二天 达尔开始处理行尸 先在头部补上一刀 然后将他们一个个丢到火堆里 这样才能确保百分之百安全 而丽娅依然守在艾米身旁 就这样呆呆地看着 洛莉尝试劝说艾米已经走了 我们必须处理她的尸体 不然会很危险 但丽娅始终没有反应 接着瑞克也想来开导她 可还没等开口 丽娅就掏出了手枪 她好像有点责怪瑞克的意思 假如他们不外出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瑞克见此情形也不好多说 只好慢慢地退去 此时达尔几人还在清理尸体 他们试图将同伴的尸体和行尸一起焚烧 但格伦表示这里是焚烧行尸的 我们的同伴应该被后葬才对 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伴 达尔也没有多说什么 乖乖将尸体抬到了另一边 这时黑妹发现了吉姆身上的血迹 所有人都看向吉姆 达尔上来就让她把衣服掀开 吉姆拿起地上的铁锹试图反抗 替仔趁机从背后抱住 达尔赶紧上去掀开她的衣服 吉姆嘴里不停地喊 达尔也推到了一边 因为只要被行尸咬到就一定会被困难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有人都很无奈 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人能治疗这种病毒 于是众人将吉姆隔离到了一边 然后讨论该如何处置她 达尔觉得应该直接朝她的脑龙滥写 虽然很没有人心 但老头也表示在这 瑞克坚决反对这样做 因为吉姆不是什么怪物 他只是被病毒感染的病毒 假如开了这个先例就停不下来 此时的瑞克还保留了最初的人心 他还没有真正体会到末世的他 他甚至认为应该有疾控中心还在运行 那里一定在研制治疗病毒的情况 不过达尔可不管那么多 他拿起锤头就朝吉姆打去 瑞克立刻用枪阻止了她 这次萧恩也站在了瑞克这边 可能都是警察的员 他也不赞成直接将活人杀死 达尔也只好作罢 这边丽娅还在守候着艾米 他将提前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带在了艾米身上 谁能想到今天还是艾米的生日 生日即是继日 没有什么逼着更悲惨的 突然艾米睁开了双眼 一开始他并没有失去意识 他还能认出丽娅 两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很快艾米就失去了意识 他忍不住去撕咬姐姐 不过丽娅并没有犹豫 其实丽娅并没有责怪瑞克的意思 他只是怪自己当时 并没有在妹妹身边 而瑞克也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假如不是他们带回了那袋枪支 可能损失会更加惨重 萧恩将瑞克带到了小树林 他认为警停直觉 就带着大家去疾控中心很不理性 而且大伙现在都还在狂慌之中 没有人会愿意跟着他去冒险 但瑞克说 我需要为我的家人考虑 他们不是你的家人 你根本不懂 此话一出 萧恩瞬间愣住 他上前质问瑞克 你不在的时候 是我拼了命保护他们 现在你说这样的话 太让我心狠了 瑞克连忙解释 你的恩惠我无以为报 但他们是我的七组 这点你必须要搞清楚 忽然后面的骚动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两人开始分头搜寻 不过萧恩并没有去检查什么异常 而是把枪头对准了瑞克 因为瑞克的到来 一度对他的地位产生了威胁 但毕竟是自己出生入死的好处 他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开墙 不过这一幕被一旁的戴尔看见 萧恩尴尬地笑了笑 说自己刚刚看错人了 然后喊上瑞克赶紧回来 戴尔当然知道这只是借口 但他并没有当场脱破 随后萧恩召集大家开了一次会 他表示自己相信瑞克的直觉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明天一早就出发前往疾控中心 可能大家都还处在昨晚的恐慌之中 并没有做出反对 第二天 瑞克拿着对讲机尝试联系摩根 虽然没有得到回应 但还是把去往疾控中心的消息告诉了 希望他们能在那里会合 准备出发的时候 胡渣男表示要为家人负责 他们没必要去疾控中心冒险 瑞克也并没有反对 而是拿出了一把手枪和一盒子弹 众人也纷纷开始道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予尊重和祝福 接着瑞克给摩根留下了一张纸条 然后就分道扬镳开始了各自的旅程 没过多久 房车因温度过高抛锚了 只能停下来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黑妹下来说吉姆快不行了 瑞克上车看望吉姆 他说自己的骨头好像碎了一样 一路的颠簸快把他折磨死了 他让瑞克就把他留在这里别管 瑞克虽然不想这么做 但还是决定尊重吉姆的意思 几人将吉姆放到树下 他说自己更喜欢现在的环境 空气清新微风拂面 虽然很不舍 毕竟也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众人一一上前和他做了最后的道理 临走前瑞克还想把枪留给他 但还是被拒绝 他知道瑞克几人现在更加需要枪支 随后众人就继续朝着极空东西出发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目的地 眼前的景象出乎他们的意念 本以为是最安全的地方的影响 显然强大的军队也抵挡不了行尸的攻击 这里臭气熏天 到处都是尸体 众人只能捂着鼻子前行 紧张的气氛不得不让他们加快地走 来到门口的时候 发现所有的门都被锁死了 瑞克觉得里面一定有人 不然应该会有几扇门室打开 这时后面陆续开始出现行尸 达尔爆发 他责怪瑞克将他们带到的一处死 假如一开始听萧恩的建议去本明堡就好 但现在食物和燃料都耗尽了 不要说去本明堡 就连今晚要如何度过都不知道 正当众人准备撤离的时候 瑞克发现上面的摄像头竟然动了一下 这再次坚定了他的想法 里面一定是有人的 萧恩让瑞克别揪着这里不放了 这就是个自动装置而已 但瑞克并没有放弃 在他的极力恳求下 紧锁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厅 他们四处张望看是否有 这时 一个男人端着机枪出现 他询问是否有人感染了病 瑞克说有一个被感染 但并没有撑到这里就已经死 男人扫尸了一圈 眼看整个团队几乎都是女人跟孩子 应该并没有什么威胁 于是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赶紧带上行李镜 这个门关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可能是太过紧张 几人并没有关住门的问题 进来后 瑞克和男人也互相认识了一下 他叫詹娜 是疾控中心的博士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疾控中心的地理区 看着这里空无意 瑞克询问这里的其他人都去哪了 但詹娜说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剩下的就是一个较为的人工智能 这和瑞克期待的并不一样 不过也算一个好的开始 紧接着他们就开始逐个抽血进行检测 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地方 但该有的规矩还是要遵守 毕竟让几人进来已经违反所有规定 随后众人就开始喝酒庆祝 这在末世也算是难得的事吗 所有人都开怀唱歌 不知道是为了戒酒消除 还是早已将之前的遭遇抛之脑后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 只有詹娜在一旁闷闷不乐 瑞克看出了不对劲 提议大家应该敬詹娜一杯 没有她的话 几人可能还在外面担惊受怕 不过詹娜也只是勉强给予了 这时萧恩开始询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瑞克看出了詹娜的为难 于是劝阻萧恩不要继续 但萧恩觉得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丧失病毒的解放 不过现在却只有她在这里 詹娜看萧恩如此执着 还是将事情告诉了她 灾难降临后 很多人都回去找他们的家人了 后来形势恶化 军事防御也被击捆 剩下的人都跑了 但萧恩并不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离开 詹娜说很多人是无法面对外面的世界 最终还是选择自杀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工作 试图寻找解决病毒的方法 晚餐过后 詹娜带着几人来到了各自的桌子 这里有沙发有吊床 还有孩子们喜欢的娱乐室 更重要的是还能享受热水澡 这在末世也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享受完后 瑞克找到詹娜对她不是的感谢 还一度聊起了外面世界的情报 而此时她的妻子洛莉 萧恩也来到了这里 看到这绝美的背影 喝了点酒的萧恩胆子变大了 她想找洛莉好好谈谈 为什么现在对自己这么冷 而洛莉则埋怨萧恩当初骗自己丈夫 已经死在了医院 萧恩也很委屈 她不断地和洛莉解释 当初她真的来到医院救瑞克 不过当时情况非常复杂 军方都在屠杀病毒 到时候都是行尸 当时的瑞克确实已经没有呼吸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 但如果不是她离开前怒床挡住了门口 她可能真的活不了 萧恩越说越激动 假如当初我告诉你瑞克 你根本不会离开 说不定已经死在家里了 可以说是我救了你和你的 何况一路以来都是我在保护你 萧恩说着说着就开始动手动脚 她并没有奢求什么 只想和她在一起 直到洛莉在她的脖子上滑出了几道口 萧恩这才有点清醒 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 只留下洛莉一个人在那哭泣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 众人还停留在昨晚的醉意之中 瑞克则发现了萧恩脖子上的划痕 萧恩却解释是睡觉时候不小心弄的 随后众人就来到了实验室 为了解决众人的疑问 詹娜开始讲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 最开始屏幕上展示的是一个人的大脑 上面依稀能看见密密麻麻的亮白 詹娜解释这些都是人一生的经历和记忆 这也造就了独一无二有人性的 紧接着又展示了19号实验体的大脑 这是刚刚被病毒感染的阶段 肾上献出血大脑停止工作 最后会变得一片气黑 这也就代表着死亡 之后就会慢慢转变成形式 这个过程短的有三分钟 最长的甚至长达八小时 过程中病毒会让大脑再次变成疯子 不过只是脑干部分 这也是形式能动起来的原因 但这也是一具没有思想的躯壳 并不代表他们还有生机 所以要想杀死他们 只能破坏大脑 众人终于明白了原理 但他们更想知道有没有治疗的办法 詹娜无奈地说 我已经在这里生活快一个月了 可能有人知道治疗的方法 但我已经失去了上级的指示 显然政府部门和相关的研究中心都已经沦行 听到这里众人都有些决望 一想到长期要和行尸做斗争 瞬间就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这时细心的戴尔发现了墙上的倒计室 他询问詹娜如果数字到零会发生什么 詹娜说地下室的发电机已经没有燃料 说完就离开了 瑞克只好向为询问具体情况 维也只是说电力耗尽后会进行全面消毒 也没有过多解释 瑞克并不明白什么意思 于是带着众人来到地下室查看发电机的情况 燃料真的已经见底了 突然灯光全部熄灭 所有的发动机都停止了工作 几人找到詹娜想问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詹娜解释说这是系统早就设定好了 当时间只剩半小时就会自动关闭不必要的电力 接着詹娜就向众人说出了实情 如果电力耗尽就只能在这里等死 瑞克发现不对劲 赶紧让大家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众人立马开始行动 忽然大厅的警报声响起 大屏幕上也跟着显示距离消毒程序启动 还有30分钟 接着詹娜就按下了一个按钮 随即这里的门就关闭了 很明显他要把所有人都留在里面 此时达尔又开始暴走 他想用暴力让詹娜开门 不过被肖恩几人及时制止了 瑞克心平气和地上来让詹娜把门打开 但詹娜却说 上面的出口都关闭了 紧急通道也封锁了 都是电脑控制的我没有办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前门一旦关闭就打过他 你们都听见了 瑞克又问28分钟之后会怎么样 詹娜也大声怒斥道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存放的东西危害性极大 什么生化武器天花病毒 甚至埃伯拉都在这里 如果这里不能运行吗 你们觉得消毒程序会是什么 众人都沉默了 这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得死 随后詹娜又解释他 这里会释放一种HIT的油气炸弹 其威力大小仅次于核弹 爆炸会产生五六千度的高温 能瞬间将人融化 没有一点痛 这在末世也算是一种不错的血 不过达尔几人并不想认识 他们用斧头不停地劈排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因为这扇门能承受火殿的袭击 詹娜说既然这世界都没有希望 这样没有痛苦的死去难道不好吗 萧恩听不下去了 这只是你觉得没有希望 并不代表我们也没 他用枪指着詹娜让他把门打 瑞克在一旁不停地劝说 无奈的萧恩只好朝着遗弃发泄着心中的梦 最后还是瑞克阻止了他 瑞克看着众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求生的欲望 他对詹娜说 你在撒谎 说毫无希望都是假的 真是这样的话你早和别人跑了 或者一死了解 但你没有 你做了更加艰难的选择 我们也该有自己的选择 而詹娜却说 我没有逃走是因为对妻子做过承诺 原本躺在上面的实验体应该是我 是他求我尽全力继续研究 瑞克说你的妻子临死前 还在为世人的希望做着努力 况且我们也只想要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詹娜似乎被说动了 她说这里的门我可以打开 但外面的我确实开不了 接着她输入了密码 里面的门终于打开了 此时时间也只剩下四分三十秒 众人赶紧朝外跑去 临走前詹娜似乎还对瑞克说了什么秘密 瑞克的眼神里充满了惊讶 突然黑妹说自己要留下来 因为她不想变成行尸 没有痛苦的死去也是一种选择 甚至丽娜也表示不想离开 妹妹走了 她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戴尔让几人先走 自己留下来劝说丽娜 来到外面的几人不停地敲打个玻璃 但都丝毫没有作用 这时卡罗尔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炸弹 她说是帮瑞克洗衣服的时候发现 这正是被困在坦克里时拿到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拍上用它 巨大的爆炸将锅离震动 出来的时候外面还有几只落单的行驶 他们边抖边拿着枪开 现在每分每秒都代表活下去的心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车子这 正要发车离开的时候 他们发现戴尔竟然带着丽娜出来 此时詹娜看到两人安全地出去心里也很心 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只剩下十年 启动车子显然已经来不及 洛丽让两人赶紧找地方爬起 瑞克也让车里的人迅速摸摸摸 几秒钟后爆炸 急控中心也随之灰飞烟